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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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A子姐 我又回來了 我這次的目標就是訂閱人數要超過一萬塊 不是一萬塊 我就會直播一小時 給大家問職場上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YouTube才開玩了 在開始之前記得大家幫我訂閱 訂閱訂閱訂閱 然後我才能開始講 這次我要分享一個主題 叫時間管理 這四個字聽起來很多都聽過 其實很多人也看過很多的書 但是還是做不好時間管理 是因為你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目標跟方法是什麼 給大家我的七種時間管理的方法跟目標 然後讓大家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等於不要用我的方式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有不同收入來源 然後我自己有很多種 十幾種專案在做 所以我很喜歡把時間 隨便話去使用它 那我分享七點管理的東西給大家 第一點是呢 你一定要針對你的經歷去做管理 什麼叫經歷管理呢? 很多人會說我一定要刻意早起 然後就要成為成功人士 可是怎麼早起都很痛苦 那到最後就算了 事實上呢 你可以把自己想成 你到底是 新陳做事情的人 還是你是夜貓族系列的人 每個人都是一個時間點問題 只要你生小孩 你就會變成早起的人 所以事實上 我就是一個夜貓族系列的人 我就是在凌晨的時候 會看書或是寫文章的人 所以事實上 就看你是哪一種類型的經歷管理 你在什麼時候特別有精神 就是做你想做的事情 所以記得第二點 你要開始把你的時間 碎片化去利用它 就是你要去想喔 你的每一天 事實上24小時 每個人都一樣 可是你可以把時間從 早早 中 下下 晚晚 切成很多不同的時段 或是凌晨 或是12點後 就會多一個時段出來 那每個時段 你會把它刻意放進去 你本來就習慣做的事情 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可以去練習這件事 你把它放進去以後 你就開始知道 喔原來我 某一個時段特別 就是要做什麼事 某個時段做什麼事 那有些人是用天去分的 他可能第一天就是 每個禮拜一的晚上 一定要運動 禮拜二晚上一定要進修 禮拜三要去跟朋友吃飯 禮拜四要幹嘛 這也可以 所以事實上你會找出 適合你的方式去 碎片化使用時間 然後第三點 分享給大家是呢 記得 你一定要把你每週的行程卡住 這個卡住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呢 假設今天有朋友跟你說 走啊約啊 然後你就立馬就出來了 你就不太有時間管理的能力 或是別人不會尊重你的時間 所以我建議你喔 如果朋友有約的時候 你不用一定要答應別人的需求 而是你去想 我今天本來就是要去運動 所以我乾脆就不答應他 我說不行 今天不行 我都要運動 然後除非特別狀況 所以你可以跟他說 那我們就約下禮拜四 他反而會尊重你 所以事實上你不一定要 說你不一定要 follow別人的時間 你可以請他尊重你的時間 那搞不好你有個方法 他約你 就跟他說 我禮拜三都要去運動 不然你來跟我運動好了 然後你就會有影響力 好所以這是一種方法 那第四點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呢 你可以把很多事情 當成一個專案來處理 什麼叫專案處理呢 假設你說 欸我年初說 我今年要看十二本書 你就會很開心 可是事實上 你沒有看完十二本書的目標 你不知道為什麼要看這十二本書 所以到時候一定不會看得不好 所以建議大家 看十二本書這件事情 拆解但是一個月一本嘛 你每個禮拜要看一點書 但事實上這樣你不會做到的 我建議大家 你可以想這件事情是 我看這個書的目的是什麼 然後把它當成一個專案去處理 你想學的東西 你達到那個目標 你會去拆解它 然後你就才知道 你做這件事情的目的很重要 然後第五點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很重要 就是呢 我自己本身是個異心多用的人 你可以想想看 你要怎麼異心多用 但做事情的當下你很專注喔 當下就很像那種 沒半小時你就是專注在這件事情上面 像我 假設我本身會用多頻螢幕的人 也就是說呢 我可能用電腦 我旁邊有手機嘛 其實會有一本書 但我覺得看電腦跟螢幕很累的時候 我就會翻一下書 但我前面還會有個大螢幕 就是像電視的螢幕 然後播一些劇 所以我都可以follow很多 很多愛情劇 喜劇 各種劇 然後還可以跟別人有話題 那最後有點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很重要 叫做5 second rule 基本上 以前很多時候 我的時間管理方式是 現在是11點50分 然後呢 我就想要 12點開始做事情 就給自己一個整點的目標 但是這樣到最後就變成12點半 會拖 所以呢我建議大家可以想的東西 叫5 second rule 也就是說呢 當你要做這件事的時候 你就想5 second 然後5秒 就起來了 就說你今天覺得好像這樣也可以做得到 你可以試試看幾次 你就可以把5 second rule 變成你早起的模式 或者是你開始要做一件事情的模式 那最後最後跟大家提醒一點 每個習慣之前一定會有個習慣養成的習慣 也就是說會有個慣性行為 舉個例子喔 你穿上運動褲 你就開始想運動了 我開始認真的之前 我會先往go 所以看你是哪一種類型的人 我在認真之前會有個慣性模式 你可以找到處理你的模式 所以最後跟大家分享 很多人會說 做時間管理必須要順其自然 很多時候是你規劃好了 你才能夠順其自然 才能隨波逐流啦 怎麼樣的方式可以讓你時間更有效率 而不是一直買書 然後到時候都給你看好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並關注我的頻道 大家下次見 掰掰